哈喽大家好 最近吴亦凡再次频繁登上了热搜 可能很多人都想问 吴亦凡又怎么了呢 那么小编就给大家梳理一下吴亦凡事件的始末 要想真正说清吴亦凡一事 还要回到两个月前 在两个月前 吴亦凡被抱与03年出生的美女小姨同学在电影院约会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热搜 但是也没有很轰动 发酵了一段时间后 她就没了声音 事件至此 本以为就此翻片了 结果在几天后 微博名为刘美丽同学的网友发文 声称吴亦凡不仅劈腿 还冷暴力其闺蜜多美竹 并且晒出了多张图片作为证据 控诉吴亦凡是渣男 据悉多美竹2002年出生 还是一个大学生 目前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多美竹的朋友说 多美竹是吴亦凡的前女友 两人正常谈恋爱 结果男方突然玩失踪 多美竹的姐姐也出马了 说妹妹在热搜上得知吴亦凡跟小姨一块看电影后 受了刺激 这件事表示没有一片雪花是清白的 胡凡又让大家娱乐了一整天 多美竹也在微博发声表示 就这样吧各自安好吧 到此大家以为吴亦凡的瓜终于结束了 不曾想到这才是个开胃小菜 真正的大戏即将开始 在吴亦凡发声明的一个月后 多美竹再次发长文抱吴亦凡同时交往多个女性 将事件再次推向热点 在爆料中 多美竹称吴亦凡和他交往的同时 和他周围的很多女生有染 另外吴亦凡有一个专用的社交账号 专门加像他那样的未成年女孩 吴亦凡还会用MV选女主角 工作室签新人这样的方式 把女孩们叫去玩酒桌游戏 灌酒 然后诱惑那些年轻的女孩 按照多美竹的说法 吴亦凡的行为就不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了 多美竹发问后 吴亦凡工作室再次发了律师声明 称多美竹的一切言论都是造谣行为 并警告网友们不要传播谣言 令吴亦凡没想到的是 他的律师函激怒了多美竹 此后多美竹再次发长文 表明自己将会报案 他说自己本不想把事情闹得很大 他们这些受害者仅仅是要一个道歉而已 换来的反而是律师函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对付公堂 不过虽然多美竹的料很忙 但是一篇爆料文章 还不足以让所有人都信服 随后多美竹再次整理 吴亦凡方工作人员与他的协议内幕 将聊天截评和协议合同公布在社交媒体 多美竹称在事件发酵后 吴亦凡方工作人员一直在和他沟通 要求他删掉博文道歉 拟定和解协议 以200万作为和解筹码 可就是在要签协议的时候 多美竹发现协议内容出现挖坑现象 存在不合理的字眼 比如要挟 多美竹立刻请教了律师朋友 才得知这份合同不能生效 反而是多美竹的认罪书 也就是说 如果多美竹签下这份协议 并且收受了这200万后 就很有可能被送进监狱 随后多美竹接受了媒体娱乐的专访 继续爆出猛料 多美竹称吴亦凡以学演员等为借口 物色诱骗年轻女性 并且吴亦凡搭讪女性方式有三种 一是对外说学演员 让女生深夜去面试 二是由各地的粉头在后援会中 选年轻漂亮的女生 把女生带去称是小型见面会 告诉女孩还有几个人 但到酒店才发现 屋子里只有吴亦凡一个人 三是通过她已经睡过的女孩相互介绍 成功后给介绍者回馈品牌方给的名牌产品 或者是一万块钱 包括自己在内共有八名受害人 其中有两个女孩至今未成年 此举被网友戏称为吴亦凡选飞 除此之外 多美竹还透露了与吴亦凡相识的过程 他称自己当时是一面试 去吴亦凡家后被一直灌酒 因为忌惮于吴亦凡在娱乐圈的地位 多美竹没有反抗 而后被灌得不省人士 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在吴亦凡的床上 该事情瞬间引起网络的热议 不少网友表示 吴亦凡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 在采访后 多美竹再发长文 他表示 吴亦凡团队正找人打停他的黑料 不过多美竹也没有胆怯 他再次爆料 做出了有力的回击 这次爆料中最重要的消息 应该是吴亦凡私生活的一些猛料 多美竹表示 吴亦凡不仅与年轻小女孩关系亲密 其中甚至还有女生染病 为他人流等等 吴亦凡本人的一些隐私癖好 也被多美竹曝光 比如多美竹吐槽吴亦凡向牙签 网友也给吴亦凡起了个外号叫吴签 最后多美竹表示 自己的目的就是希望吴亦凡能退出娱乐圈 并且在三天内召开新闻发布会 为所有人致歉 如若不然 多美竹会努力让吴亦凡身败名蝶 多美竹还发文公开了吴亦凡十年 赚二三十个亿 直接喊话吴亦凡 让他早点站出来像个男人一样 事情发酵后 当晚多品牌宣布与吴亦凡中置合作 同时其影视经纪公司也疑似与吴亦凡解约 在事情被全网讨论的时候 吴亦凡工作室终于发布声明 否认之前多美竹爆料选妃 迷奸等言论 并称多美竹爆料聊天内容均为造假 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在第二天早上 吴亦凡首度发声回应 他称 如果有这类行为 请大家放心 我会自己进监狱 虽然这番话看起来很刚 但不少人发现 吴亦凡开始悄悄地删除负面评论 看上去真的是十分在意 在多美竹之后 与吴亦凡有关的其他女生也相继发声 让人十分震撼 比如SNH48的前成员张丹三 他也晒出了和吴亦凡的暧昧聊天记录 来支持多美竹 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情妞正威 在两年前 他被拍到和吴亦凡牵手的视频 一时间被认为是吴亦凡女友 在这次吴亦凡的事件爆出之后 他也随即置顶了自己 曾经否认和吴亦凡关系的动态 让人十分唏嘘 很显然 吴亦凡目前的回应不能让吃瓜群众们幸福 希望他可以发长文详细说清楚这件事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应